日月谈国际万人永度嘉年华 今天早上是盛大展开了 包括前总统马英九也到场来参与 准备第十度下水挑战 而现场是涌入大量人潮 总计有2万多人报名参加 其中包含了美国、日本、中国等等 33个国家的民众一起共襄胜举 县府也估计了 这回可以创造超过5万的观光人次 带动疫后经济